直立式的框架就是整個卡進去 然後要鎖螺絲往裡面鎖固定 窗型冷氣分兩種 直立式和一般窗型最大差別 就是在於直立式窗型冷氣 是附掛在窗戶上 用螺絲和卡榫固定在窗溝 也就是說會受到窗戶樣式的限制 像這一種窗框 它能鎖的只有這邊 它等於要 還有下面 就只能找那個凹槽就對了 對 因為像這種高度比較高的話 只能鎖右邊跟下面 通常都是由旁邊三支到四支 下面幾乎都兩支到三支而已 對比直立式窗型 一般窗型冷氣有額外的出窗口 機台底下也會加裝三角支撐架 甚至有的還會多個水泥底座 固定用的螺絲是膨脹螺絲 就是俗稱的BIA HO 還有不同尺寸 越長越牢固 直立式的冷氣 它的框架只能靠幾根螺絲來做固定 框架固定好之後 你要把冷氣送上去 你也只能靠卡榫 如果你螺絲沒有所牢固的話 你機器推上去 你整個就會往外 而膨脹螺絲壽命 不鏽鋼製的20年 鐵製的也有8年 比起直立式窗型冷氣 用的只是一般的螺絲 相差非常的大 另外業者也補充 小型的窗型冷氣 重量基本上都是30公斤左右 對專業人員來說 重量其實不重 但不管哪種類型的冷氣 但在狹小的作業環境中 要裝設確實還是有點難度 加上有些高樓層 就是懸空作業 只要一拿不好 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意外 但師傅也強調 不管哪種類型的冷氣 在把機台正式安裝上去之前 一定要有這個動作 這種高度的話 我們人可以摸得到高度 我們基本上都會上面去拉一拉 業者最後補充 像是在高樓層安裝 或者是有需要跨過 女兒牆外施座 就會考慮加收危險施工費 費用多寡依照現場施工環境 危險程度高低來計算 TVG的賴崇魯維新台中報導